歡迎回到飲料碼房 我是Colette 我今天非常之開心、非常興奮 因為明天又有海外騎士來港 每一次去到這些場合 我都非常之開心 因為好像有一種新鮮感 今次這三位騎士大家都認識 麥道朗、蝕恩和賈傑美 我最記得的是賈傑美 第一次來港是國際騎士邀請賽 她贏了一隻馬一隻誠心所願 那次我在星道社馬京有貼貼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當我知道兩位女騎士來港的時候 我馬上去搜尋一下他們 導遠欣之前都來過 所以有一點印象都知道 這個騎士是好的 是一個聰明的騎士 但是賈傑美也沒見過 馬上去搜尋一下 我發現很多騎士前輩 對於這位後輩的評價都很高 有一句說話 她是令到我為何覺得誠心所願 是她當那一晚 這麼多隻馬裡面 我覺得她最有把握的一隻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人是這樣稱讚賈傑美 他說 賈傑美好像天生 腦還是心 自大了一個鐘 一個計時器 這個人天生就懂得控制捕捉 那我就覺得 一個這麼厲害 報速的人 她放頭一定厲害 所以那時候 誠心所願 就是放回來的 而剛剛那個奧游氣泡 都是放回來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人 如果遇上他一些前領的馬 或者前領馬 或者是要追的馬 花這個騎士真的要特別注意 另外 說一下蠍恩 我其實也很喜歡蠍恩 因為去年上一季 第一季玩馬 都已經因為蠍恩的關係 在季尾當中贏很多錢 我經常覺得 每一個騎士都會有 在香港都有適應期的 有些人釋應期長一些 有些人短一些 也需要時間證明給 要結交一下不同的馬房 讓他們知道原來你有能力去騎好我的馬 或者讓馬主也知道原來這個騎士都是好東西來的 可能自然拿到手的機會馬 或拼搏馬 自然比較多 我覺得當時其實 蝕恩都去到這個時候了 都已經去到可以 有些馬是可以拼搏 而他又適應了所有東西 開始會贏馬 而他的贏馬的分頭還要挺好的 所以當時其實有一點追著蝕恩來玩的 所以見到他回來 我不知道現在他還有沒有這些 就是人在人情在 還是其他聯繫都依然是很積強的 所以 總之見到他回來 我都覺得很開心 那至於蜜杜朗呢 因為小小故事也挺好笑 上一次來香港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在哪裡 我剛好看過Google 又見到蜜杜朗 新高180 我心想騎士180 都不行的 然後我就訪問一個 馬圈傳媒朋友 我問 喂喂喂喂 你見到他真人呢 他有沒有真的 180 這麼高的 然後我就說 哇 他已經這麼帥了 還要這麼厲害了 哇 如果還有180 高 哇 嘩 嘩 口水流出來 然後我的朋友就跟我說 哇 沒有 但是真人是高 但是沒有180 哇 那也合理一點 總之口水流出來 我很笑 你不要笑我 因為我經常覺得 你們有時都會在馬圈 或者在賽馬節目中 看看女生漂亮不漂亮 我們這些為數不多 可以享受一下的時候 你們就不要笑我了 好了 閒話說完了 馬上就來分享明天的賽事 我選了就是 低八場 長途的賽事 來和大家分享 現在立刻看著 片來講碼吧 好了 立刻來看看 第八場這個賽事 這一場1800米的賽事 簡姐姐 非常側身的馬 就是這個4號的 浪漫風彩 這隻馬是來香港之後 就出賽過一次 就是田坦安騎的 跑1600 當時跑第九的 看一看他 好了 在講他上一次的跑法之前 有些東西想和 即是想看看他的 因為質身馬 我覺得 而且他是一隻自購馬 他在來香港之前的東西 和他本身的質素 都很值得大家去研究一下 先看看他的血統減評 這隻馬 我覺得特別要留意的就是 他 周遂是22萬澳子 他的血統應該都不會差 否則周遂買得那麼貴 然後就出賽 這個才是重點 出賽三次 兩貫一 首先第一件事 我覺得很重要 他沒有在海外用盡了 他有贏過 有質素 但沒有用盡 跑過三次 這三次 第一次是兩歲 跑1400 第一次出賽 拿過亞軍 記住賽職 再仔細看這件事 第二仗是加眼罩 跑1400 就贏了 然後再滑跳班 一來是跑二級賽 二來也是增情增到一里 都是戴了眼罩 也是贏馬 大家記住這三場 兩場贏了 一場是第二 然後我們仔細看這三場賽 有什麼值得我們去看的地方 第一場 當時千四未勝出過的馬 第一次出賽有第二 這就OK啦 我查過這隻馬的生日日期 就是2018年11月3日 而他第二次出賽日期是11月5日 即是他剛剛進入了三歲的第三天 他已經可以在千四勝出第一場的頭馬 當時他戴了眼罩 然後再留意了 在不夠兩個星期之後 這隻剛剛踏入三歲的馬 真情度到一里 然後已經是中距離 另外這場也是二級賽事 他也是戴著眼罩 以18倍的冷門姿態 贏了這場賽事 他厲害的地方在哪裏呢 第一 當然是說他剛剛踏入三歲 同場雖然全部都是限令賽 都是三歲的馬 但是要被他戴上半年 或者是少半年 甚至是多過半年的 其實跟他的成熟程度 已經可以拉到很遠了 另外可以三歲就跑一里 所以他的氣量的要求是高的 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到他現在四歲 你說他可以跑到千八甚至乎是更長的陶程 我覺得絕對是可靠的指標 好 看見海外的賽職 首先他的質素是好 另外就是他已經有這樣的賽職 好 看回一樣的 咦 留意 他跑完那場之後 好像都有一段好幾個月沒有跑了 有沒有傷患 看一看 沒有傷患紀錄的資料 咦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他操練又如何 看一看他的操練 當然啦 你只可以看到他的事襲 各樣東西 我想跟大家說一說 首先他沒有過操 他是四歲 他呢 這裏值得看的 除了他的事襲 他試了兩個襲之外 留意一下 咦 他跟什麼馬 他跟什麼馬 來拍跳呢 他跟浪漫勇士 拍跳過兩課 另外呢 就再跟這個菲林閃耀 也都拍跳過 這兩隻是什麼馬 是過百分的長途馬來的 那我們看一看他那個 再看一看 他的神粗片段 再看一看 他的神粗片段 再看一看 他的神粗片段 直線力生前面 直線力生前面 再看一看 他先跟浪漫勇士拍跳 紅眼罩這隻就是風彩 當然啦 他追不上別人 但他跑起來 完全是沒有信息的感覺 他現在呢 都是說跑這一個 三班的賽事 另外呢 跟菲林閃耀跑 菲林閃耀是這隻 隔離這個浪漫風彩 也是慢慢追上來的了 你看到 他的跑姿 狀態 各樣東西 而且呢 完全是 跟這些過百分的馬 放在一起 是 你覺得 都不信息的 而且呢 喂 沈集成擺 跟他們拍跳 都是想提升這隻馬 那 那個準備度 我覺得也都很充足了 另外再看看他上一仗 另外上一仗的賽事 三九六這一仗 就是跑一里賽 那一里賽裡面 贏馬的 就主要是一些 叫做放前跑的馬 就是前置的馬 那這個浪漫風彩 他比較後一點 如果你看回走位的話 如果你看回走位的片段 我現在不重複看了 他也是走在耳蝶 耳蝶的後面 然後轉出來 也是轉去外蕩的 我覺得 又不要有太多陰謀論 因為始終那隻馬 我也請教過曹猛 他也說 有很多時候 那些新馬 初出的時候 他不會說 用到 不停地鞭它 或者是 一開始就已經很拼搏 很少的 不是沒有 但是很少的 原因是 都要知道這隻馬 到底對於出賽的反應是怎樣 有些連馬師會這樣做 其實也有保險 但是你留意 他上一次 走直路的時候 田泰安並不是不想向前衝 而是他也有直路的時候 是瘦了270米左右 才叫做亡空 但亡空完之後 又有邪跑壓壓他 那時候 我覺得 很合理 他輸得很合理 而且他也不是輸很遠 輸3個多馬 這次增程 去到他應該要跑的長途 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 另外 這隻馬 也是配蜜道朗 因為蜜道朗 大家都知道 他也是很有能力的一位騎士 我覺得絕對有辦法提升這隻馬的表現 即是出賽的水準 出賽的表現 所以 現在這隻馬 暫時來說 有11倍 11、12倍的馬 大家可以留意 我覺得 他座位望贏的機會都很高 那 就是 我推介的這隻 浪漫風采 好 第八場的推介 就是浪漫風采 輪到你了 訂閱音樂馬房 留言 Like Share 最重要是 告訴我你喜歡哪隻馬 或者你對我看這隻馬 有什麼看法 我們再在留言區討論一下 我們今天時間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